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千言千語 我是賴岳謙 柯文哲被吳寶請回了 長達五十幾個小時的疲勞式的 不分昼夜的偵訊 最後法官裁定吳寶請回 說沒有重大的涉嫌的可能性 所以就讓他回去了 這個對於柯文哲的支持 來說的話簡直是開心的 對於民進黨當局 對賴清德來說是一個重大的挫敗 在台灣的政治表面上看起來 有很多的巧合 其實台灣的政治是沒有巧合的 一切都是佈局 為什麼 我們看到從國民黨跟民眾黨 就是藍白在立法部門的 強烈的合作 而且幾乎是重大法案 很重大的措施都進行緊密的合作 這個對於賴清德來說的話 是重大的一個挫敗 例如說對於行政部門的 這種違法亂證 對於行政部門的這個權力的監督 國民黨藍營跟民眾黨 柯文哲他們有很深的合作 那因此在立法部門裡面給予很多的簽制 即使台灣的司法部門 那尤其是所謂的大法官 他們本身的權勢引起台灣的社會的誇然 那我們看到在這段時間 也就是突然間這個柯文哲的競選的政治獻金 說有問題 這是透過一些特殊的名嘴 特殊的媒體 他曾經遊走於綠營的 藍營的 白營的 各種甚至橘營的 各種顏色的這些名嘴 突然間他爆料 說柯文哲的政治獻金有問題 接著我們就看到 藍營裡面有部分的 在過去跟柯文哲有很多的恩恩怨怨的 特別是有怨氣的 這些人就開始攻擊了 有攻擊柯文哲 有攻擊黃珊珊 反正不管如何 即使馬英九也好 朱立倫也好 一直不斷的提醒藍營的 不要落井下石 不要中了民進黨的檔 不要上了他們的檔 不要中了他們的計 他們目前要把這個民眾黨打壓 那這樣子對於國民黨不見得有好處 可是問題是說歸說 但是聽歸聽 國民黨內的黨紀本來就很糟 那我們看到他們的情況是一塌糊塗 好像這段時間內 柯文哲就被捲得非常的深了 從政治獻金然後到最後說在他的當事長的任內 有關於金華城有弊案等等 哇就開始浩浩蕩蕩的整個佈局就完成了 先從政治獻金然後開始打壓 然後再來就是進行司法上的這些壓迫就開始形成了 這樣的一個形成使AIT緊張了 AIT想要了解具體的情況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說柯文哲是被政治破壞 透過司法工具的政治破壞 那這樣的情形下台灣的民進黨當局一定會蒙羞 一定當台灣的民進黨當局賴清德當局 他們一旦用司法的方法去破壞一個關鍵的少數政黨的黨主席 去破壞他們的時候然後最後法院證明這個柯文哲無罪 這樣的情形下 那這個對於在美國的國內 尤其是民主黨跟共和黨 尤其是共和黨內的友台小組 這些友台小組的這些人他們本身就站不住腳了 因為台灣變成一個政治的大醜聞 所以也會重創這個美國的政局 特別是重創美國這邊不管是民主黨共和黨 他們想要打台獨牌去遏制中國發展的這個大戰略 都會受到猛烈猛烈的攻擊為什麼 因為當台灣形成的一個弊案 台灣形成的一個政治打壓政治破壞 司法破壞的一個重大的案件 而他跟民進黨有關跟賴清德有關 觀眾朋友您想一想 那在美國的輿論裡面一燒起來 那些友台小組每個人就灰頭土臉了 這個對於美國的政局 華盛頓的情況是不利的 因為他們要利用台獨去打壓中國的情形下 那這些支持台獨派 他們在華府內 他們就里外不是人 像一條狗一樣會隨時被人家攻擊 那麼主張跟中國大陸恢復正常來往的 他們的聲浪聲勢將會起來 所以AIT也在關注這件事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佈局繼續在走 在這段時間裡面有一位 在國民黨強的時候他就是藍營的人 在新黨出來的時候他就是新黨的人 就是黃色的 他從藍色就跑到了黃色 在宋楚瑜清明黨起來的時候 他變成橘色的 在柯文哲起來的時候 他又轉變成為白色的 那麼在賴清德起來的時候 他又轉變成為綠色的 五種顏色都有了 五色起 他什麼顏色都有了 結果他被所謂的任命 是司法部門的副主管 這個在台灣引起了宣傳大波 而他被任命的時間 就是在柯文哲的案子的這個期間 也就在這個時候我們也看到 有一位新潮流系的 過去的他們所謂的大阿格 或者是所謂的他們會成為 賴清德的對手的鄭文燦 鄭文燦他當過桃園市的市長 他的一些弊案他被擠壓 結果一般來講在台灣的慣例 有重大貪賭弊案的時候 他們的擠壓庭一定會把他擠壓到 最後的階段 例如說兩個月左右 結果他被提前了47天到48天 就被以2800萬交保後傳 2800萬 他可以在瞬間很短的時間內 我們到銀行去提款提這個錢 都沒有辦法這麼短的時間內 2800萬就送到法院去了 就把他帶回來了 各位觀眾朋友 2800萬現鈔白花花的現鈔 就馬上可以領出來 馬上可以送過去 所以那個錢是已經準備好的 而他被交保後傳 就是在柯文哲的案子裡面 也就是在柯文哲被開始征訓的期間 所以新聞媒體沒有注意到蓋住了 當柯文哲在北檢台北的檢查 單位開始進行征訓疲勞的征訓的期間 賴清德他接受專訪 而他的專訪是要在9月1號公佈的 結果在8月31號他們開始吹風了 而那個時候就是在柯文哲被羈押的時候 因為他拒絕接受夜間征訓 他馬上就被逮捕 就在這個時候放出來 說賴清德在接受專訪的時候有談到 不分黨派證據到哪裡就辦到哪裡 不分黨派證據到哪裡辦到哪裡 公佈的時間是8月31號 而專訪的日期是9月1號播出 您不覺得很有趣嗎 而那段時間就是柯文哲被檢察官 那麼逮捕的時候 您覺得巧合嗎 還是這是一場大佈局 結果在台灣看政治實在是 看得實在是讓人家眼花撩亂 台北的法院法官審查完了以後 吳寶請回說沒有重大的涉嫌 那沒有重大的涉嫌吳寶請回的時候 整個民眾黨的這些守在法院門口的 這些支持者全部都歡呼起來了 那已經是5月3點的時候的事情 長達5分鐘 我相信現在很多民眾黨的這些年輕人 幾百萬的一兩百萬的年輕人 又回來靠攏了 而很有可能又會動搖民進黨的一些 年輕的支持者 因為當初民進黨的年輕的支持者 他們現在羞愧得無以致敵了 所以柯文哲的案子要不要談 要我們放在最後 這個會員版的時候 來跟各位觀眾朋友分享我們的觀察 好那第二個我們要談的問題是甚麼呢 我們要談的問題是有關於 在美國挺巴勒斯坦的這些支持者 他們要求賀錦麗你要給我表態 你如果表態支持以色列 那我們就不會把票給你 我們不會在乎誰當選 所以他們已經表達得很明白了 而賀錦麗現在的民調贏特朗普 但是問題是這些關鍵的少數 或許是扳倒賀錦麗的最重要的一根稻草 好接著我們要談的是瑞士 瑞士有個戰略的轉變 瑞士在過去長期以來保持的永久的中立 而他現在已經準備要拋棄他的中立了 瑞士拋棄他的中立的地位 有他的地緣政治的考量 但是也有他的副作用 他可能會給瑞士帶來一些好處 也可能會給瑞士帶來更多的壞處 立地之間怎麼衡量 我們來看看瑞士將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永久的中立國讓自己的國家 在一次世界大戰 二次世界大戰都幸免於難 現在的瑞士會不會因為他改變的永久中立 將會使他帶入戰爭 這個是瑞士的政府要好好思考的一個問題 瑞士忌慘了而且是很慘 因為他的內部裡面傳出越來越多人 要他下台的聲浪 他的重大的一個決策的錯誤 造成今天烏軍可能會全線崩潰 知識體大 數萬人的生命可能會消失了 所以他們的軍事的將領 開始對於瑞士忌 開始紛紛表達強烈的不滿 周年斯基本來就不具備有正當性 因為他拒絕選舉 他的任期已經滿了 那當這些將領越來越多站出來 直接推翻他們的總司令的時候 周年斯基的位置也就不保了 原因在哪裡 值得我們跟各位來探索 好 我們先談第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很重要 為什麼呢 這個問題要談的就是普丁 普丁到蒙古國去訪問 我們覺得這只是普丁去蒙古國訪問嘛 那為什麼很重要呢 他跟國際刑事法院ICC有關係 他跟巴西跟秘魯也有關係 他更跟美國的拜登更有關係 為什麼 各位觀眾朋友 這是一個敲敲板 如果這個敲敲板敲得好 那接著考驗就在魯拉了 魯拉如果順這個球一接 那情況又會改變了 因為秘魯也很有可能 就因為有巴西當天在頂 然後秘魯也就順理成章的推過去 情況就有很大的變化 怎麼這麼說呢 我們看到普丁在這兩天 他接受蒙古國今日談的專訪 他釋放出一個強烈的訊息 這個訊息跟我們要談的 其實沒有很深的關係 為什麼他說俄羅斯是很看重 跟蒙古國的關係 因為他是歐亞經濟體中的一個成員 所以他會幫助蒙古國在經濟發展中 工業基礎的發展 他也更希望中俄盟的這條歐亞鐵路 能夠走得更順暢 那麼這樣的話可以帶動 蒙古國的經濟發展 他更希望能夠中俄盟 打造一條天然氣管 所以他說現在的探勘 已經在進行中 我們知道西伯利亞一號線 是繞過蒙古國到了中國的東北 本來西伯利亞二號線 是要穿過蒙古國 然後到中國的上海 後來由於蒙古國本身的左右搖擺 一下子擺向美國 然後跟中國大陸的關係緊張 一下子又恍和跟中國大陸的關係 這樣的一個搖擺不定的情形下 使中國對於這麼重大的一個天然氣管 要經過一個不穩定的一個國家 那這條管線走的就有更多的思考了 後來哈薩克爭取到了這一條重要的天然氣管 所以相當有可能西伯利亞二號線會走哈薩克 進入中國 但是對俄羅斯來講 他一直希望能夠有一條最直的一條線 那也就是從俄羅斯進入蒙古國 這樣子他可以滿足蒙古國他的需求 而且他也可以把天然氣賣到蒙古國 即使蒙古國的市場是小的 但是如果能夠經由蒙古國 再進入中國大陸 那這個市場就巨大了 所以對普丁來講他也很願意做這件事 更何況布林肯才去過蒙古國訪問 蒙古跟世界宣布 他有第三鄰國 他的兩個鄰國一個是中國 一個是俄羅斯 這是搬不走的鄰居 但是他建立了一個第三個鄰居 就是美國 他的意思就是他是親美的 這樣的一個態度 可是我們看到布林肯去訪問完 蒙古也回以熱烈的擁抱之後 但是美國能為蒙古做些什麼事呢 美國能夠真正的實實在在的 為蒙古做些什麼事呢 看起來就一張嘴 沒有真正的實力 沒有真正的實惠 所以對蒙古來說 他開始尋求跟俄羅斯之間的關係 俄羅斯的普丁就選定到蒙古去訪問了 但是在九月三號就是 今天普丁出發了到了蒙古 而就在這個時候 國際刑事法院ICC跟烏克蘭 他要求蒙古在普丁的訪問期間 把普丁逮捕 然後移交給這個海牙的 國際刑事法院來審判 碰到這樣的一個問題 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公說 他不會擔心的 他不會擔心在蒙古國訪問期間會被捕 因為國際刑事法院是在2023年的3月17號 普丁在蒙古因為國際刑事法院 是在於2023年的3月17號向普丁發出了逮捕令 而這個逮捕令是基於普丁把烏克蘭的兒童 從烏克蘭被占領的領土轉移到俄羅斯的指控 而ICC就根據這樣的一個指控 就對普丁這個行為 說你個人負有刑事的責任 然後認為這個行為可能構成 可能喔 構成戰爭罪 於是就要對於普丁進行逮捕 普丁因為被ICC宣佈這個戰爭罪 所以當他要去南非去年 參加金磚會議的時候 南非因為是ICC的簽約國 締約國 所以他迫於考慮到國際法的問題 當時就有人給南非提供建議 說你可以用外交豁免 司法豁免的方式來解決這問題 但是南非承受到美國太大的壓力 所以南非最後屈服了 沒有給普丁外交跟司法的豁免 集團提印度也是如此 可是印度不是締約國 印度不是簽約國 印度理論上講是完全可以 不理會ICC的逮捕令 因為他不是締約國 可是穆迪他更想擁抱美國 更想擁抱拜登 所以穆迪也不肯給普丁簽證 讓普丁去參加集團體會議 這是普丁在當時所面臨的困境 普丁雖然成功的到中國來訪問 也到朝鮮也到越南 但是因為我們也都不是締約國 可是我們也都熱情的擁抱 接待普丁 但是印度卻沒有這個道德勇氣 為什麽這麽說呢 內塔利亞胡也是被ICC 國際行事法院通緝的 那內塔利亞胡被行事法院通緝 美國不是ICC的締約國 可是美國卻熱情的擁抱內塔利亞胡 他不但邀請內塔利亞胡到美國去訪問 還讓內塔利亞胡登上國會的殿堂 在那地方發表演說 所以美國也無視於這個ICC的存在 也就是因為他說我不是締約國 我不受你管轄 所以他熱情的擁抱 這個被ICC通緝的內塔利亞胡 可是他卻要求印度 印度也不是締約國 卻不得以接待這個普丁 也要求南非他是締約國 也不可以接待普丁 這就是美國 雙標霸權主義 但是印度屈服了 南非也屈服了 現在的情況是布林肯 才去擁抱這個蒙古國 蒙古國也擁抱了美國說 你是我的好鄰居 第三方的鄰居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 普丁卻去蒙古了 蒙古熱情的擁抱普丁 就突破了ICC的規定了 因為他給予外交跟司法的豁免 所以使ICC的法律 ICC的權威沒有辦法給予蒙古國 這樣的情形美國跳腳了 但是美國莫可奈何 美國他想利用蒙古來牽制 遏制中國的發展 也想利用蒙古來牽制俄羅斯 但是很明顯的蒙古 他採用平衡數 那他接受到普丁更多的慷慨的協助 而給予普丁這樣的一個司法豁免的時候 他就提供給巴西魯拉 一個非常好的案例 魯拉可以轉過頭來 向他們的國會 向他們的法院說 蒙古國是締約國 他本身都給予這樣的一個 外交跟司法的豁免 而美國沒有過度的 沒有大力的譴責蒙古 沒有給蒙古施加巨大的壓力 那我們巴西更是一個大國 一個南美最強大的國家 如果美國給我們施加壓力 美國譴責我們 美國就是雙重標準 我們為什麼要理會 這樣的一個可惡的美國呢 我們怎麼樣接受美國 這樣的一種歧視性的雙重標準呢 所以他就可以要求 他的國會要求他們的法官 同意他行使外交跟司法的豁免 如果普丁能夠突破到巴西來進行訪問 為什麼呢 因為這次的訪問很重要 因為今年的金磚會議在俄羅斯的卡神召開 對不起 因為今年的金磚會議在俄羅斯召開 魯拉是會去的 所以普丁熱情的接待魯拉 而已經有蒙古這樣的一個案例 巴西沒有理由也不給普丁同樣的待遇 如果是如此的話 而美國不能夠去施壓巴西 一旦不能施壓巴西 而普丁去出席集團地的會議的時候 說拜登去還是不去 如果拜登不去 賀錦麗去還是不去 而正在選舉期間 賀錦麗怎麼可能去參加這樣的一個會 而放國內的選舉不管呢 要不就是在等而下之嗎 找外交部長布林肯去參加嗎 另外一個問題 如果普丁去了巴西 那為什麼他不能夠去秘魯 為什麼不能夠參加亞太的金河會 所以整個對於普丁的限制 其實就減除了 這個就是普丁直接挑戰 挑釁ICC的權威 我們來看接下來會怎麼演變 好 我們談第二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 折戀斯基慘了 他麻煩了 因為最新的資料顯示出來 俄國往紅軍村越來越靠近了 又打下了兩個城鎮 打下這兩個城鎮 俄國的國防部部長 加許了他們的前線的部隊的指揮官 跟他們的前線的戰士 我相信當然一定會論功欣賞的 現在的一個情況是講 當時折戀斯基他要發動對於庫斯克的攻擊 一般認為是跟美國協調好的 在美國大力的協助下 不然的話他攻打進去之後 所有的對俄軍動向的情報 空中的偵察情報 全部都是美國供應的 所以美國不但知情 美國還跟 折戀斯基合謀 他們原本的目的是希望 這樣的情形可以牽制 吸住這個烏東地區俄軍的猛烈的攻勢 把他的軍力吸住以後讓他往北調 他這個手法就跟他在過去哈爾科夫的手法 一模一樣 2022年俄羅斯跟烏克蘭爆發了衝突 特別軍事情動一展開的時候 俄國的軍隊一開始肆如破竹 那麼攻佔了十幾萬的平方公里的土地 包含了哈爾科夫 北方的重大的城市 北方重大城市哈爾科夫就被俄國所控制住了 俄國控制住了以後 這個時候折戀斯基他們採用的就是唯位救兆 所以他們就把兵力看起來樣攻猛烈的攻擊 頓列斯克 可是由於俄國一開始的時候的戰線拉得太長 所以他們擔心頓列斯克被突穿 因此急忙的把哈爾科夫的軍隊往南移動 這一移動哈爾科夫的陣地的防線 還沒有建立起來 還沒建立起來 主力部隊被移到頓列斯克 其實烏軍的主力部隊就留在後面 就往北打 就把哈爾科夫就重新的再奪回來了 這個就是唯位救兆成功的案例 在這一次 折戀斯基跟美國採用同樣的手法 因為他們看了紅軍村 紐約村淪陷之後 那麼紅軍村也快被打下來 簡單的跟各位報告一下 紅軍村的重要性 紅軍村是五條高速公 五條道路 一個鐵路的一個最重要的交通輸紐點 各位還記不記得孫子兵法中的 對於交通輸紐點它的重視的程度 所以它是一個戰略的要地 這個戰略的要地一躲下來之後 那烏軍的所有的運補線就被切斷了 而二軍擁有了這個強大的運補線之後 他的這些物資就可以往前推送 然後讓他的部隊沿著這個五路一鐵的方向 再繼續猛攻 這樣的情形下 對於烏軍來說 他幾乎是沒有重大的防禦攻勢了 因為他們之前從2014年一直到2022年之前 他們的防禦攻勢就是從紅軍村 紐約村一直到頓列刺客跟俄軍的交戰處的地方 作為他的一二三四道防線 現在當紅軍村的這道防線被攻破以後 那麼往後退就無路可走了 那再來他再往後退就會面臨 札波羅勒的跟赫爾松俄軍的部隊 那往南走也是札波羅勒到黑海這個地方的部隊 所以對俄軍來講其實已經形成了這樣的一個 口袋戰術 這邊是赫爾松跟札波羅勒 這邊也是札波羅勒 因為他是一個這樣長袋型的 這邊就是頓列刺客 一擊的時候 我們看到烏軍就已經被形成在口袋裡面 那他本身如果不能突穿上去的話 一被切斷這個地方可能就完全沒有補給了 那很有可能會被全部解磨 如果他棄手往北走的話 這一大片的土地就會被俄軍整個控制 俄軍就由北就佔領了整個烏東地區的南部了 他再從中南部再往北打上去的話 那相當有可能就到了地虐伯河以東這塊地方 然後俄軍現在對哈爾科夫的北部跟東北部 形成了這種小小的包圍圈 再慢慢的擴大 而南方的軍隊俄軍如果再把往北推上去 就可以對於哈爾科夫形成另外一種包圍 這樣的一個情形下 哈爾科夫很有可能又重新落入俄國的手中 這是一個大的城市 所以對於烏克蘭來說 對哲連斯基來說 他現在陷入極端的艱難痛苦之中 可是 哲連斯基的智商可能不夠高 政治智慧軍事戰略智慧可能不夠高 所以他的判斷發生了嚴重的錯誤 當然也有可能他聽從美國的那些 彈頭將領的建議或是指導 他以為再複製一次哈爾科夫 也就是揚攻盾內刺客的方法 可以拯救哈爾科夫的同樣的模式 他往北打 他認為打進俄羅斯的境內 俄羅斯一定會考慮到顏面的問題 考慮到政治的問題 那一定會把他的主力部隊調回去 去守住自己的疆界 可是他沒想到在這一次俄軍 俄軍有了上一次的經驗教訓 沒有再犯同樣的錯誤 俄軍繼續在東部猛烈的攻擊 而在北部把他擋在一個 不能夠再往前推的境地 那也就是推近二三十公里以後 烏軍就停滯了 因為他如果再往內走 他縱深打得太深 他的後勤補給就越來越困難 所以他也不敢再往北 往莫斯科的方向推進 就停在那地方 從機動性 主動性的部隊 轉變成為防禦性的部隊 這支摩托化 機械化的部隊三個旅 從一個主攻變成防禦 這個就是一個戰略上的轉型 也是一種戰略上的錯誤 俄軍很快地看到庫斯克這個地方 沒有重大的戰略要地 只有一個核電廠 馬上要求國際核能委員會 派員進來 當國際原能委員會 派員進入核電廠以後 烏軍就不敢去攻擊這個核電廠 不敢攻擊的情形下 裡面沒有任何重要的戰略措施 跟戰略要地 俄軍可以慢慢地再收拾這個地方 他也可以藉由這個地方 把它定位為恐怖主義 所以對於烏克蘭的 重大的民生設施 進行一波兩波三波四波的 這樣的一個攻擊 所以烏克蘭的大部分的民生設施 百分之六十到八十都受到 嚴重的創傷 冬天日子就難過了 有很多人斷水斷電以後 不得不離開家園 因為沒有水沒有電可以用 這簡直是沒有辦法過日子 寒冬如何度過呢 所以俄國採用的是 大面積的戰略上的 然後在戰術上 遏制住烏軍再往前推進 另外切斷烏軍回防本土的 這樣的一個後勤後退路線 跟補給路線 折戀斯基開始受到他們軍隊的 將領的猛烈攻擊了 因為根據BBC的報導 俄羅斯的軍隊距離洪津村 只有幾公里了 那麼他是非常的重要 如果他失守 會讓烏克蘭攻入庫斯克的軍隊 失去了後面的援助 而烏克蘭的國內也開始出現 對於折戀斯基用兵錯誤的 不滿的聲音 他們認為不應該去攻擊俄羅斯的 讓軍隊分散防守的力量 烏克蘭的參謀總長 然後他就直接說 俄國幾乎投注所有的軍隊 在侵略烏克蘭 戰況是相當的吃緊的 而烏克蘭的軍事專家叫做史羅可和夫 他就表示 如果紅軍村失守 不只是烏軍無法攻進庫斯克 連烏克蘭與烏南戰線的前線都會失守 烏克蘭的頓列斯科地區 將全部都會落入俄國的軍隊之手 王牌部隊只剩下三個摩托化的裝備旅 集結化旅 竟然去打一個不具備有重要的戰略要敵 不是用在於支撐他的東部戰線 去頂住俄羅斯的攻勢 結果卻去攻打一個這樣的一個 他以為還可以再複製一次的 這樣的一個不具備戰略要塞的 庫斯克 蠢 嚴重的錯誤 這個嚴重的錯誤 政府政治目標沒達成 因為北約波蘭說 我已經沒有能力再援助你了 德國說我在二零二三年底前 都不會再援助你 拜登說我已經下課了 我在國會也不會再通過 我給你大筆的錢的援助 所以德國法國 法國只說不做 那英國也只說不做 在這個情形下 我看哲連斯基9月份到美國去 他的所謂的勝利計畫 被接受的可能性是極低的 哲連斯基的下場 越來越堪綠了 所以我才會說 哲連斯基慘了 好